生酮饮食应该吃几顿的每一天 我真想不到我会为这个话题录个video 因为呢我觉得因为我之前的video都讲过了 你做生酮饮食呢基本上到后来你就秉持一个原则就好了 就是不饿不吃 那么我做生酮饮食呢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就是一日三餐那样子吃的 然后呢就是我也会算就是那个脂肪蛋白质碳水的比率 就是一定要make sure它肯定就是那个油的比例 就是至少75%了 但是我自己就希望它能够就是越高越好 就是做到85%了 接着呢我就开始了一天两顿吧 我也不记得我就是过了多久 我是开始一天两顿的 我那时候是一大早起来我就喝一碗 就是那个油淋淋的那个大骨汤 猪脚汤 我之前有个video是有讲过那个大骨汤的 接着呢就是往上就是下班回来 我会去就是那个炸那个大鸡腿连皮大鸡腿 然后呢还会就是用那个很多猪油来炒菜 然后就是这一顿 然后那时候是一天两顿的 然后这个阶段我也忘记持续多久了 接着到现在的时候就是基本上是一天只吃一顿的 有时候呢就会就是隔了24个小时啊 或者就是36个小时都有的 反正就是还是那句话 就是到了后来的时候就基本上是不饿不吃了 我这之前有个video强调过的 做生酮饮食 你是不可以饿肚子的 而且也千万不要再饿肚子了 否则你就又回到就是像以前吃水煮菜那种 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生酮饮食你一定要每一顿要吃饱 然后呢饿了吃 不饿就不要吃 就是你真的要listen to your body的 因为有观众问说 你每一顿要吃多少啊 你是不是就说如果你一天只吃一顿 那你是不是要三餐或者两餐浓缩到这一顿呢 我觉得你就就是按照生酮饮食的规则 高脂肪低碳水适量蛋白质 然后吃自己想吃的东西吃到饱 因为真的我之前也有在一个video讲过 就是说身体呢对于蛋白质和脂肪呢 它有特殊的荷尔蒙的 只要你吃够了 那种荷尔蒙就会分泌出来 会告诉你的大脑 stop不要再吃了 你是很明显的知道什么时候就该停的 还有我就觉得做生酮饮食的话 就是如果你只是抱着 怎么说呢减肥的心态的话 那你就是不是很适合做生酮饮食了 我一直都说的 生酮饮食是一种 Illus free的 lifestyle 就是你要把它做为你以后 下半辈子的一种饮食方式 这样子你不要急 你顺序渐进的去做 我都说了我一开始 我是一天三餐就这样子高脂肪低烫水这样子吃的 然后慢慢的我身体适应了 我身体就是说 代谢脂肪的煤和酵素准备好了 然后我慢慢的变成两顿 接着慢慢的变成一顿 然后到现在有时候就是工作忙起来 没有觉得饿 可能会有24小时 中间会有24小时 或者36小时的那个清断食 有时候其实没有那么准的 有一次最忙的时候 还会到那个58小时的断食 都有可能的 反正就是说 不要急 生酮饮食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lifestyle的话 你就不要急 你慢慢的来 你要身体完全的适应了 因为你之前那么多年 几十年的高碳水饮食了 你不是说你通过一个月 两个月三个月半年时间 就可以完全把那个身体转换过来 只用脂肪功能的 你慢慢的来循序渐进 身体适应了 你可以真正的做到keto adapt fag adapt的时候呢 你才能就是真的充分享受到 生酮饮食给你的好处 而且当你真的keto adapt fag adapt之后呢 你即使做就是去健身房 举铁啊 或者参加铁人三项啊 去游泳啊 你都会有使用不尽的能源的 就不会再像就是说 keto flu时候的那种 不是体力不支 也不会有就是高碳水 就是说你肚子饿了 全身无力低血糖的症状都没有的 但是你就一定要循序渐进啊 因为呢我最近收到的观众的留言 我都觉得他们好急 我也不知道他们急什么 因为我做生酮饮食初期 我的心态调得很平的 我觉得我反正已经胖了那么多年了 我就试这个方法 我顶多就是我用半年时间去试 顶多大不了 我就半年时间做我再胖一圈而已啊 就听过我之前视频的观众会知道 我是一周以内我就开始出那个keto rush了 其实我的身体是很容易产生同体的 倒是像我这种就是身体很容易产生同体的人 我都我做了三四个月的生酮饮食 我都以为自己没有keto adapt 还有一个观众呢 他问说到的是体质比例的问题 我是不看这些东西的 然后我唯一量的就是用那种做衣服的圆齿 去量我的三维手臂和大腿 这个topic就讲到这里了 还是希望大家就是 不要把生酮饮食作为一种减肥的手段 把它看成是一种lifestyle 慢慢的来 因为你的身体真的需要去适应的 好了 祝大家生酮愉快